另外一個問題很想和大家講一下 簡單講就是關於區議會選舉會不會被取消的問題 因為最近中聯辦或者各方面的港共的報紙、媒體 不斷放風就說很可能取消 而事實上新聞都講到了 香港政府已經是按照 早已經在2011年有的危機管理委員會 會重新啟動 基本上會看看究竟要不要予有危機時 這個危機當然不是我定義 是特區這些港共官員去定義危機 然後應付要不要取消這個選舉 大家要知道近幾個星期的衝突 或者血腥的鎮壓或者血腥的暴力 是一些紅官警黑四股勢力對於我們的暴力 是相當嚴峻的 無論是剛剛過去的星期六 所出現的這些由整個港島蔓延到旺角 去到通宵搭彈的一些衝突的場面 到星期日趙家賢這個太古城西區議員被咬掉了一隻耳朵 這個暴徒真是很離譜 另外就是有一個大學生由上德村的停車場跌到地 現在都是危態的狀態 這些令人很心痛的事實 都成為了他們的一個火藥 換言之就是說他們會存一些資料出來 就是說香港很亂選舉要停 他們說的就是這樣 但是香港要亂選舉要停這件事 如果大家身處在香港 你感受一下香港現在的氣氛 你絕對會知道 第一 我們所有抗爭的人 沒有人要去踐踏這個選舉 沒有人要叫停這個選舉 我們希望這個選舉繼續去運作 兩條腿走路 選舉路線 抗爭路線都要去走 我們沒有人會去打壓那些票站 沒有人會去打壓那些不同的候選人 這個我們是不會做 未曾做 也都沒有做過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整體社會氣氛 除了那些街頭鏡頭面前的衝突場面之外 根本上沒有去襲擊到任何的民居 任何一些無辜的店鋪 沒有 所以我想這件事大家要注意就是 並不是一個亂到要停這個選舉的部分 但問題就來了 他們會不會用這個藉口 來作為這個停止選舉的操作 我的研判是一半一半 我甚至無可這樣跟大家說 他現在這一秒鐘 即是我現在做這個節目這一秒鐘都沒有決定 他要決定 我想可能在選舉之前一個星期左右 才會有真正的一個最後的定案 因為他要看什麼呢 你知道共產黨無論DQ任何人 或者停止什麼選舉 只是看一件事 他的權力 黃之鋒我都講過 不是因為他主張自決港獨 他也沒有主張港獨 不是因為他主張自決這些東西而被人DQ 是因為他的光環大 他的政治影響力大 所以被人DQ 同樣道理 你看到452的選舉裡面 共產黨是不是穩粗勝券 第一 今次452區沒有白區 中聯辦要給出來的維穩費 攀派在每一區裡更加多 他是不是量到這筆水去做 好了 就算量到這筆水 他是不是草船借戰 借一戰沒有呢 很簡單 他是不是做好他一貫以來做的 中票、造票、買票的行為 是不是做得很順利呢 你看到很多的區裡面 基本上他們都是低調宣傳的 頂多貼一兩張橫額 跟著呢 就可能個候選人出來講幾句話就完了 基本上沒有以前那麽盛大那種 所謂的選舉動員的工作 所以看到 就算港共集團內部 都是在生半火 不是那麽全力去推動這次選舉 怕呢 就是他命惠怕大家襲擊他 事實上就是說第一 維穩費未必足夠 他們的選舉 那些所謂後面的火候未必足夠 二就是說呢 他都擔心這一次究竟會不會 最後來會是 壽中政策 這次選舉會取消 那麼最近聶德權都講得很清楚的了 就算沒有這次選舉 明年1月1號呢 香港就沒有區議員了 他覺得香港都可以運作到的 會不知放了一封就是說呢 他做好準備 就是沒有選舉的時候呢 香港都有Plan B Plan B就是沒有了 何況你知道區議員的角色是什麽 諮詢角色 諮詢角色 政府都不需要諮詢來的了 是有一個中原版後面命令他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那些小額撥款 每一個社區的經費 他就不撥了 對於他來說是沒有損失的 所以在這麽多的情況看得出來呢 他絕對有這樣的權力 和有這樣的所謂他的道理 去取消這場選舉 當然就是他在取消選舉 他是不是在國際上會再減分 而他會看一看準一件事就是說 外國政府會不會因為這件事 對於中國的制裁更加烈 甚至對於這個貿易戰會有一個不測的影響 那關鍵呢 很可能就會看回中美關係怎樣去做 然後由最高的這個中共中央呢 他下達指令給這個港澳辦去做這件事 但是你知港澳辦集團一定會將這個炒熱的 他一定會說不選不選 因為他覺得輸定 現在這麽烈的風氣 現在民主派落到25% 分分鐘落到50%的時候 或者是以上的時候 選舉委員會的117席的選委 都分分鐘落入這個民主派手上 所以他就很害怕 很搖底 但是搖底沒有用的 那他會不會選呢 那如果你說踩腳就是封牌 於是不選呢 那這種結果就是說相當卑劣的 那所以關鍵看 第一 港共可不可以操縱到這個選舉 令到民主派不過半 那這個是和他一貫的種票買票造票有關 那第二樣東西就是說 港共之外呢 我們要看到就是 除了這個這個香港這個小氣候呢 除了大氣候 就是中美關係怎樣去匹配 那現在就是看得到貿易戰的貿易協議呢 很可能會在11月底才簽得下來 那到時候已經很分分鐘 那區議會選舉 那這一點可能會成為呢 一個X Factor 就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使得習近平或者韓正呢 他們會繼續選 免得再掀起波蘭 所以這兩種這樣的想法都並存的情況之下呢 現在是蒙會不清 不獲 那所以要看多幾天呢 才會有更清晰的圖像